这场修律的风波 其实影变中的一个暴力 严重地叮咐了香港 这个法治社会的一个基础 回归以后 法治是香港的基础 尊级守华是香港市民的准则 那作为一个 香港的任何一个市民来讲 应该是在法治延续的范围内 来做任何的事情 后期的这些暴力行为 冲击着法治的基础 冲击着香港市民的生活 也冲击着香港作为 世界金融中心 世界贸易中心 世界行业中心的地位 所以对香港来讲 我们在呼吁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先请游行示威都OK 都没问题 但就是你不能去残害社会 暴力行为 你现在后期这个演变 游行示威演变成破坏公共设施 破坏地铁 破坏所有的 你看整个眼线这个道路 所有的 做两边的栏杆 全部都被拆了 当成武器了 那严重的更多 更严重的是伤警 对警察进行暴力 对市民进行暴力 不过在欧洲国家 欧美国家来讲 你对警察 只要你对警察有任何的挤动 马上就开枪了 所以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的香港的警察 还是非常基于法治基础 平息社会波动的这个角度 来做警察所承担的一切事 我作为香港的五大三位会长之一 我是坚决反对暴力的 特别是反对在游行事业中使用暴力 也坚决支持提及政府 一华市政 支持警察一华制报 恢复香港的平安 恢复香港 三界 市民的平安 如果 接着下来 第三轨都出现负增长的话 按轨负增长的话 技术上我们就会进入衰退的情况 这场荒波已经严重影响到 香港社会国界 特别是商界 还有市民的生活 那作为中华出口商会来讲 它已经影响到建筑贸易的一个状况 而且非常严重 二季度 整个建筑贸易已经下滑5.4% 单单六月份 已经下滑9% 平坚下来已经二季度下滑5.4% 到第三季度开始 我们预计至少有12%以上的一个下滑度 那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行业的一个 从业人员 香港建筑贸易 香港就业人口有50多万人 影响他们的生存已经受到影响 建筑贸易这个方面 建筑贸易的一个下滑 也影响到行业跟金融 上游是金融 下游是行业 是会相关的对称的 所以我们对于 作为香港中国出租国商会来讲 对后期的这些建筑贸易 造成的这些困境来讲 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步骤 我们在不断的推动 走出去 另外一个 对于过别影响比较大的 我们采用相互帮扶的做法 香港中国出租国商会 4500家的企业来 有一半以上是自己有制造业的 它的产品怎么走向一带一路 这是我们努力开拓的一个 为企业 为会员 所做的一个努力 让他们的产品能走向 一带一路的演训国家 还有走向我们的内地 在内地唐大的市场中 能更多地 发挥他们产业准形 他们的扣盐优势 来准化为 产业绝构的一个调整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是我優力的方向 导演的地方 我缪于并持М 맡 manque 继续热 努力的方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